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你一个哥哥 我们就不能和其他人一样解脱了 小哥 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中间那个插曲是无畅唱的 有点像是在讲述 张其林和吴邪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比较娓娓道来带点思念 但是又带了一点悲伤 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似乎能找到的 只有你了 配乐应该有一百多条吧 每个人都有单独的主题线 到现在为止 这是唯一和小哥有关的现象 吴邪在寻找张其林 然后也在寻找自己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一个 中速的感觉 推进的感觉 张海信 就是他的权利设计上会游泳 我从来都不能做没有音乐事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 不要乱动啊 王胖子就是比较诙谐的 好笑 怎么早起来了 在一个警方段落以后 简介他的主题的事 会让你放松一下 王胖子 我是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 张其林带一点开阔 我有点英雄主义色色 设计的一个笛子吹那个主权绿的 用比较大的弦乐群 去做那个铺底 我做的所有事情 就是为了找到与这个事件的联系 如果我死了 也是一里面的 张海客主题的部分 我是设计的还是以大提琴为主 偏中性一点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我不想解释 这个剧比较特殊的场景很多 很多时候都是在点对点的做音乐 吉拉修行场 音色上就更雪山感的东西 就是一些铃铛啊 翻音出去以后 给人一种比较神圣的感觉 这个地方真正的名字叫做四方城 四方城与人生的吟唱能力比较多 为了营造一些比较神秘的感觉 在《藏海花团》这个场景上 一片民族铃铛的声音用的会比较多 叮当叮当的好像花开的那种感觉 在一个我们平时的一个场景里 希望它能够达到一个抑郁的感觉 在每段场景里面都能融入一点主题 色彩化很明确 音乐制作的重中之重还是在于 音乐与剧情的配合上 如何能够谈念到尺度 张启林当组长那段文艺上就要 他要把那个天杖插进去 没有用的音乐去做那一节电影 做了很多反向效果的那种人生 把它叠在一块 好像是张家过往的仙人 跟他有一个精神上的交流 成为组长之后 你就会知道所有的事情 张启林《三日经济》这个段落 偏抒情的东西多一些 在不抢画面的前提下 就更多的引领观众 去进入到那个情绪的感觉 情感戏比较浓的时候 那个弦乐会比较拉得住 整体还是交响为止 它是从寻找开始 慢慢展开 就很像电影的感觉 对于作曲来说 你的画面语言已经让观众 能够明确感受到的时候 我其实还是做辅助的 如果他真的自然而然被带进去了 那我觉得对于音乐也好 画面也好 我们都是做的是对的事情 对,谢谢